来看到台中东区的中国医药分院换房东了 以4.2亿卖出 买主来自台南 是一位不到30岁的贸易商 台中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东区分院 在市场上挂卖两年多 就在这个月出现4.2亿元的转手记录 因为其实附近有大型公庙 以及早期低下道还没有填平 加上呢 这边不好停车 确实没有人下手 现在低下道一填平 立刻就有买家出现 据了解零星买主年纪不到30岁 被房众认为眼光精准锁定大型热门物件 中国医药区分院屋林25年11层楼 总面积2044.33坪 判准投资上升空间以每坪20万拿下 他老家在台南本身身家不费 在重划区也聚产后期 因为地价齐飞净壮不少 开始朝外现市投资 不经历租租耶 好像是做贸易的 零星男子去年至今已扫货 资资达下8.84亿 拿下台中西区南屯东区 三座商办大楼 2021年7月卖下台中公益路 七层楼商业大楼 总面积1018坪 单平33万 最终以3.37亿成交 南屯区大进阶则在10月下手 单平30万 共花费1.27亿 如果没有医院这个承租方法 目前估的话应该不到4亿 可能价差就是10到20%左右 升息一马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动 投资的利差也还是有 回味10年中央银行宣布升息一马 15年来最大幅度 不过看这买房态势 似乎没有影响到投资客 下手仍旧不手软 不过房仲也不会延 台中东区中国一大牢附近 有两大险恶设施 也必须纳入考量 如果少了稳定房客 当作加分条件 就很难以4亿元好价格转手 再出售 但用王子宣真台中